我喜欢读书 我喜欢锻炼 我也非常喜欢学习各国语言 Hi, this is Ali and I love public speaking あなたはどう思いますか 但是 我最喜欢的是演讲 我热爱演讲 我认为真正的演讲 应该是有观点 有力量的 是能够改变听众的 思维习惯 甚至行为方式的 今天我就想在 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 给大家带来一场 不一样的红脑风暴 本季第一位实力演说者 闪亮登场 究竟会掀起 怎样的演说风暴 你好,超红子 Hi, this is Ali and I'm English Lover Today I'm here to share with you guys myself of my thoughts that might change your life in order to do that 我还是说中文 这样好一些 我刚刚说 Five, thank you 我以为是外国人来了 我叫I Lee 我不是老外 我的全名叫 Noralia Bliss 我来自新疆 是老乡 我是维吾尔族 我爸是维吾尔族 我妈是维吾尔族 我全家都是维吾尔族 我看子',我是德国 我来自里的 议议会 我说 我要说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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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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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加上我她站队那个人 对 很聪明 好艾莉 现在我们听你说 好的 大家好 我叫艾莉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昨天晚上你做什么了 还记得吗 肯定记得 没有问题 那我再随便问一天吧 一个月前的周六 早上起床 到晚上睡觉 做什么了呢 估计完全想不起来了 那如果我说 那天你昏迷了一天 什么都没有做 你能证明我说错了吗 其实不行 大部分人做不到 这就是为什么 今年春晚的时候 那么多人感慨那首歌 时间都去哪里了 我当时听到这歌呀 一点感慨都没有 因为我知道 任何的东西 你不去记录 它就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比如说 如果你不记钱的话 一百块钱一破开 立马就没有了 所以说大家会去记账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一寸光阴 一寸金 时间要比金钱重要 你都记账了 为什么不去记录时间呢 不过有人会反驳 说时间太抽象了 不像金钱那么具体 起日记又太文艺 怎么破 因此啊 两年前 我总结整理了一套方法 叫做 三十四枚金币 时间管理法 方法很简单 就是早上七点起床 晚上十二点睡觉 寝的时间一共是十七个小时 按半小时分类 把这个十几个小时分成三十四块 你就有了三十四枚金币 当然你会说 为什么一定七点八点起床行不行 可以 那就三十二枚 九点三十枚 每天洗两小时 那就四枚金币 有这样的人 每天晚上睡觉前 用自己的表格 记录一下 这些时间是怎么花的 如果花得比较高效 比如说高效的工作了 学习了 或者痛痛快快地玩了 都把它标成绿色 但如果说 花得毫无意义 拖延了 干了些不疼不痒的事 比如说 无限地刷微博 刷朋友圈 自己给自己点个赞 那种呢 你就把它标成红色 这么一来 你一天的时间 干什么了 高效已否 一目了然 当然呀 这个表格 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效 比如说 我通过这个方法 就从之前 一百八十四斤的胖子 到现在的一百四十斤 工资也涨了好几倍 而且写了四本书 凡是用这个方法的人呢 一百多位朋友 他们也 让自己的工资 涨了不少 当然你可能会说 为什么这个方法 貌似这么神奇呢 其实他一点都不玄乎 就是三个字 自控力 一般人什么时候 自控力最强呢 没错 玩游戏的时候 都憋得不行了 还在那玩 自控力太棒了 为什么呀 因为游戏能提供我们 大量的成就感 谢谢 而成就感 实时来自于记录 你玩游戏 是因为左上角在计分 所以你玩得很开心 但如果分也不计 什么都没有 就有个小孩 跑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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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你肯定不想玩了 所以通过记录 你获得了成就感 从而获得自控力 从而能实现你的目标 当然 2013年 一共有365天 52周零一天 8760小时 12410枚金币 这些金币去哪了 我都还记得 当然呀 我知道听到现在 大部分人会有两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 我的天 这哥们真变态 我要离他远一点 第二种反应是 我的天 这哥们真变态 我也尝试尝试 我希望你是后者 希望今天 在座的你 能学会一件事 就是 记录时间 培养习惯 塑造性格 改变一身 非常感谢 谢谢 爱丽 首先恭喜你啊 三位导师的 他们都认同了你 谢谢 谢谢 当然了 我也是你候选的对象 好的哥 爱丽 你非常的敏锐 你非常的极致 你也非常的 有一些小小的棱角 所以我拍了 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俩都拍了 我觉得 我得加入其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希望我团队里面 有一个帅哥 那我非常希望 你能够加入我的战队 鲁鱼一直在 大众心目当中 是完全不好色的人 对不对 如果我在你面前 表现得很淡定的话 那你不能假设 我对别的人 是没有兴趣的 鲁鱼老师 我希望你选择我的话 不是因为帅 因为外形的话 这个东西 我太了解了 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 而我经历过所谓的 外表不好看的情况 我知道这个东西 是可以改变的 可是刚才你说 外貌不重要 对 那身材有那么重要吗 那如果身材不重要的话 那就请不要把这个 作为选择我的理由 我是这么 外表和身材 你看我们俩人 都很敏感 我想跟你讲的是 我选择你的 最重要的原因 只有一个 就是 你的潜质很好 谢谢 我还没讲完 我说你的潜质很好 但是 对 但是 但是你差那么一点点点点点点 就会走入歧途 歧途是什么歧途 对于专业的演讲者而言 当他的水平到达一定的层次以后 他势必会面临一个最强大的挑战 那就是他必须要在技术和情感两者当中 做出割舍 一定是情感高于技术 第二个问题是 有炫耀的一点点的心态 明白 这个歧途不是说你会走向一条歪路 而是说你继续发展下去 你没有办法成为绝顶的高手 我能够做的 我可以让你走入正途 我说了 谢谢 首先我非常赞同刚才乐嘉老师说的 说你差那么一点就误入歧途了 但是我相信会有人想试图的改变你也好 影响你也好 那不是我的风格 我会让你可能更自如的 更舒服的 更自主的去离那个歧途会远一点 表达情感的话 说实话 我觉得也有 也可以说没有 只不过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有选择做那个表达情感的人 因为我知道这样选手太多了 我特别好 但其实我有个非常悲痛的经历 但是我走过一段悲痛的经历 现在又更好了 这是基本上大部分人的演讲的套路 好 太棒了 太有情感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今天呀 我就铤而走险 我想走一个 被大家可能认为是 不太受欢迎的演讲方式 就是希望能带来改变 这样呢 也是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我想多加一句 通常我不特别 我不太会抢 今天我为你破个例 在这个舞台上 我建议你选一个 跟你差别最大的人 那无论从性别 还是从性格 我觉得跟你反差最大的人 应该是我 爱莉 想想我说的话 然后做出你慎重的选择 当然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 这也是你考虑的 一个方向 我坐在这儿 特别客观地看了他们 从刚才鲁豫的补充发言 这就是赤裸裸地抢人 好吧 我就抢了 本来我也不想抢了 但是当鲁豫 准备要抢你的时候 就逼迫我不得不说下面的话了 鲁豫的讲法很棒 他说要去找到一个 跟自己不同的人来互补弥补 但是这种更加合适与男女两性关系之间的相处 如果是从师徒之间的交流 你所有走过的弯路 爱莉 我全部都走过 我可以告诉你怎么避免 我想说 我虽然已经拍了你 本来希望你能够选我 但是现在我倒觉得 因为你跟乐佳都是属于很能说的 我希望你能够选鲁豫姐 因为我希望 你怎么可以这样 因为我希望你到鲁豫姐这边能够 用鲁豫姐那种细腻那种温柔 另外一种方式 会是我想后面所想看到的 小智 我代表所有的女生说我爱你 而且重点 重点 女玉姐很少这么 这么喜欢你的 这么直白的 对 你知道今天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就是最后她选择的人可能会是你 对 你注意啊 该我了啊 你们都说完了啊 打老香牌吧 我来自新疆 那我还去过新疆呢 如果你不选择他们 我建议你选择我 太过分了 我想爱丽有一件事情看的是非常心情无理的 人人该选择你了 那就是X导师可以选 但是X导师最后决定的时候 有可能反水 所以我不要你 我也是候选人啊 小智 虽然你没有优先权啊 爱丽 请选择 敏捷睿智的爱丽 以娴熟的演讲引来导师春枪手战 他将会和谁一同记录时间轨迹 作为林智英老师 万人迷真的是太佩服您了 谢谢 您 而且我之所以说 今天一定要讲孜空力 林智英老师也是孜空力非常强的 所以我听您说了心神 但我认为 作为一个绅士 不应该拒绝一个女士的邀请 相信三位绅士都会同意 我一直觉得我今年的队伍当中 应该有不同类型的人 爱丽从外到内去都很具备 正好符合我的一些要求 太好了 谢谢 好爱丽再见 谢谢 我希望演讲师能够上播思想 说不定今天电视开完以后 就有几个人开始反思自己 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爱丽独状金币法则 赢得高度认可 开启全新赛季 如欲强势出击 领跑全场 受限战破 合力战将 谢谢